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要承转的直接给建设客直接转好不好 因为他们手边也都没有资料 没关系我只要说明一下就可以 好啊那你来说明 因为他们也没有资料 他们也不晓得你们 你在讲什么 那我是按第一按开始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转成的先讲 转那个三个 好那 那我们先谈到第二个案子 那请规划台走线玉宇在新国路段 跟大宇路段的停车问题 那这个地方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到了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全部是以台走线为基础 不管是从新城乡 从花莲市的中央路 吉安乡 相关的地方 他在两个快车道加一个慢车道旁边 都有停车的地方 也就是他有停车的空间 那可是在我们预证的规划里面没有 那去年我们也会看过了 再三的提醒这个改善的输法改的单位 可是在今年二月份很不幸 在我们的这个预证辖内 就有一个海湾乡的乡女31岁 年轻人就是撞到旁边的停车的乡行车 因为这样造成了死亡车祸 所以这个部分很多时候交通的设施 处理不当就造成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 那前一阵子也有一个三个兄妹小朋友 因为交通设置的人行车道设置的也是有状况 所以三个小朋友全部都被撞了 所以以上所述的都是站在提醒的 包括现场去年会堪的时候 都提醒了苏阿改的工程单位 能够注意 那路边有非常多的民宅聚集的地方 希望能够有停车的空间 那苏阿改的单位是说他会回去改善 可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是还不济及 也希望这一个寒转能再次提醒他 因为民众的生命财产 因为公路的设施的施作考量的因素 造成了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希望他们能切记这个教训 把这个教训当作下次改善的空间 也希望这两个还在执行的单位 能够尽速改善 那以维护我们居民 这个行的空间的安全 以及在地居民停车的需要 谢谢 那我的复途的部分到时候会给预证公所 这边有当初车祸的案子的这个照片 以及相关包括吉安跟花莲地区的这个路边有停车的空间 那我们自己的并没有 这个是在我们预证路段抬九线的并没有停车的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 希望到时候建设克在处理的时候 能够注意这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 这是栓杆路段的土石滑落的问题 第四案 栓杆的土石滑落问题 因为双甘妈子宫附近 那他的新旧台九线交界的地方 因为台九线 新的台九线路基是抬高的 所以旧的台九线相互联接受 他把路基抬高了 那造成的路测沟的高度高层是不够的 所以他会有土石滑落问题 那这个是民众的陈琴埃 也希望到时候寒转的时候 特别注意到 然后我们有跟相关单位协调过的 就是承办单位的施工单位 他说如果有过去 他们会作与处置 那也希望今天课 再跟他做协调 谢谢 好第三个案子是 改善玉里镇栓杆路段 在大玉里栓杆69-1号民宅附近 那个十字路口 也就是要往这个 参与活动中心那个路口 那很多民众 尤其是老人家 很多住那个里面 就是往大禹的这个公屋那个十字路口 那很多民众要左转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转 因为快车道在旁边 那也没有其他相关的安全导引跟设施跟设置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 这位客是不是在跟刷改沟通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东西做重点 不然那个人家骑车又慢 所以尤其机车的要左转根本不知道无所适从 好这以上是三个寒转的部分 好下一个是暗号一 就是三明里挪前桥附近的河段 与路段跟河道的垃圾问题 这个路段 常常那附近的居民就反映 非常多的人经过那边 看到都是到处都是垃圾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这个环民所 特别注意另外是不是可以设立这个警示牌 告诉他们不要一直造成这样的问题 而且那个很多是私人的这个农地 那里面都一堆的酒瓶垃圾这些 那影响农民的这个耕作权 那河道的部分 他有很多的垃圾 他只要往下冲就到处飘了 所以要影响后下游的居民的这个环境的安全 以上这个部分请这个环环所建筑处理 第五个案子是我们预证客家生活馆 中边设施的部分 这部分有很多民众在沉寂 同时在我们的碗语里上面 也有民众在上面发表一些想法 这个部分我想上回我们有提到这个公园的部分 这个灯光不明的部分 这个我想相关单位建设科也都去处理了 目前客家生活馆的灯光晚上是OK的 那接下来就是环境的部分的改善 也希望除了建设科以外 甚至在这个观光产业所的部分 也能够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跟你的厕所的附近是很近 所以以上这些就是直接处理了 也不用答复了 那该怎么弄就要怎么弄了 好不好 以上谢谢 大会女主席 大会女主席 林副主席好 各位代表女子先生 然后其实媒体现场的媒体先生 针对案号五这个民政类的 渐行改善玉理政客家生活馆周边设施案 先跟代表跟主席报告一下 那有关那个自行车导览展示牌 跟那个人行道因施工造成人行道崎岖 不平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月初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跟客家委员会 去提报这个 我们是用那个廊道的计划的 这个申请去跟客委会提报 但是目前还没有下午 如果说有要到经费 我会再去做报告 如果没有要到经费的话 那我会再按照主席的意思 是不是我们再跟那个众管处那边 看有没有相关的计划可以提报 那以上先做这样的说明 谢谢 各位代表还有没有要问公所的客室主管的 好 吴代表请 目前名政客的客长 客长刚才有那个 主席提到跟众管处多联系嘛 那事实上在过年前 我们是不是就曾经有讨论 当然可能那时候不是主要跟你讨论他 但是以民政的立场来讲 应该是由民政来主导这一款 那跟众管处应该有很多的可以忧伤的联系 那众管处本身就是我们预证整个都是他 也是他的服务侠款的范围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到底有没有计划去拜访 众管处 看主席提到了 请政长带着大家去 那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主席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把相关的案子一并带去 那在过年前 我们就有谈到这个相关的问题了 不晓得你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有没有确定时间 那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说 不管现在是代理或正式的政策 我们预证的政务不能因为是否代理而停顿 没有说什么一定要等什么什么什么 来再来处理的 那我希望任何东西不要把这个当做借口 你任何问题都应该是勇往直前 跟科室主管就是把相关的案子提出来 而且预证公所以目前为止 也慢慢回归到正轨上面了 那我希望就这个方向 跟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来做报道 好不好谢谢 谢谢代表的意见 那有关如果说要拜访那个重管处的部分 那会我会跟政长安排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也会跟观光所谎讨论 是不是竟年我们报的一些观光活动的计划 是不是有可以跟重管处合作的 我们会一定再过去讨论这样子 呃 看哪还有一个 因为 找你来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建设客的问题 建设客有很多的部分可以跟重管处合作的 我想这个部分 有时候可以请教从对税过来的干部 他们就很清楚 有很多东西可以合作 如果我们建设客 有一些比较前瞻的想法 也可以把相关的提出来 决例啦 比如说自行车的健康 自行车的步道 或者 居民的这个 健康的步道 相关的这个部分 只要跟观光有相关的部分 都可以拉进来 因为这些观光 包括步道或车道 这些应该都是游客到玉底镇的这个一个重点 那比如说预付自行车道 他除了可以骑下车 也可以当步道使用 这些都可以 那另外像三明 三明跟大宇不是 旧的台九线嘛 那个铁路嘛 旧的铁路 结婚曲子的铁路 跟旧的台九线嘛 这两个事实上是可以结合 那他现在 铁路的铁桥的部分 那个桥已经拆掉了 可事实上看起来是没有连结 事实上连结点更好 为什么 因为他除了 商民大宇的连结外 他还可以连结 着西乡的原住民的文化 基本上在玉镇也有很多 属于布隆族的 或者是从着一乡搬迁过来的 那玉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 非常好的地方 那当然他的文化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那一个部分 纵使铁桥没有了 也可以拉到派土中品再拉出来 一样的意思 新旧台九线跟旧铁道 还有太平中品的部落 也可以整合着一个观光区 那像这些东西都可以连结起来 包括他大陆的改善 这些也并处理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虹桥 虹桥的本身 他除了观光座以外 其他周边的地区 像这一次 我们有接待二水乡的 这个代表会以及乡长 那虹桥就是一个参观的景点 也是由光光彩所所长来做这个导览解说 可是虹桥除了虹桥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解说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把那个当作玉璃的景点的话 照片是很好看的 和周边环境可能就有很多可以检查的地方 所以这一块 当然他的面积很大 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力 可是相对的对其他单位就不见得了 因为他具有非常长的距离 宽度面积也都够 其他单位或许是一个很好的 做观光景点建设的位置 所以这个部分也一并希望能够一并这一次纳入 这个你们的预备计划影片 那最后就是说 在跟中海处联系的时候 那中海处的观光科长 那个罗美科长那边 一般都是跟他接下的 那当然有其他 你有其他管道也可以接下 那这个部分到提供你做参考 那罗科长他们也欢迎 我们过去跟他们互动 好那他也可以先提供他们处长的行程 只要有在这个出版部的话 那他都欢迎我们去做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他已经跟他们处长做报告了 好以上 好这个是您的部分 那瓜材手的部分就一并 到时候我们再内部做协调就好了 好谢谢 好下一个请那个农业科科长 课长我们就谈话转说啦 上次我提到那个搜数的问题 我再举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可能 官方产业所的所长会比较清楚 因为小谷前面也有一颗 跟我们预政务所前面一样 一模一样 很大颗的数 一样是这个搜数 那个部分 当初我也在瑞税上班 我会再三的提醒 我们一颗很成败的 那棵树生病了 要处理要处理要处理 一而再再三了 最后他告诉我那棵树死掉了 他也掉死了 掉回南部了 那如果 我这个也不需要你回答 这是你要不要做而已 做跟不做而已 好除了那棵以外 除了我们公所前面以外 车面停车场也一排 你去看 基本上他只要叶子不正常的干掉 就有可能有 收鲜虫的危害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是先找 专业的人员来做 评估 如果有问题 请尽快处理 不要一提醒再提醒 这一次我已经是第二次 正式的跟你告知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到底要不要处理 就告诉我一声就好 那什么时候处理 报告代表 这个会后我直接跟中央署联系看看是说 看 请他们专家派 派员我们一起去检测我们周边的一些 有 感染风险的一些松树或其他树种 对 如果真的是松树种 如果你不知道危害的话 我可以把我检旧的照片 传给你 就是瑞瑞那一颗死掉 那个真的很心疼 那个树那么久了 好不好 那已经跟郁医生做记得在一起了 好 以上 然后 这个部分就到这边 是的 那 行政室 这个是新的一点 当然你是带你 所以 基本上也没有需要你回答 只要你把问题带回去 那就行政室上次 行政室主任 有提到 就是 我们的行政室的 公务管制的部分 总共有400多件 对 那时候 对不对 当然现在是400多件 那现在到底 这400多件 延误的公务到底处于哪里了 下一次会议的时候 4月份的会议的时候 或者在会议前 先把资料先给我 那后面的配注栏 顺便配注一下 为什么 延迟办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好不好 那当然他 他提的最多的问题是建设客 那建设客的部分 可能就因为他的人员的更换 这个部分当然 如果你要科择新的人员是不太假当的 那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有问题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你要把它厘清 这应该是谁负的责任 好不好 这个把它在边附来写清楚 好 好 OK 谢谢 好 谢谢代表 好 建设客 客长 我们就直接提了 那个 因为这次的公文有那个 建设客 原来的 承认的 被检举的案子 那这一个案子处理怎么样 我希望有一个正式的报告 报告在下一次的 会也受承报 因为 他每一个 每个个人都代表御医政公所 所以如果他被 呃 有 所谓的 业者沉警 那也希望能够查清 然后正式的 这个公文 来做这一个事情的报告 这样可以吗 对 是在下一次的一定是 对 下一次 下一次就可以了 好不好 谢谢 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